我也是六十年 有话在人间的 哪里有缘 哪里是 也走遍了全世界 跟大家结发缘 那么现在遇到些灾难 这都是缘分 我们相信 佛菩萨安排的 安排我到澳洲 在澳洲 跟学校接了人 跟三所大学 布里斯班的 格里菲斯大学 昆斯兰大学 图文巴的南昆斯兰大学 跟他们接上院了 代表学校 去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我参加了十几次 对这个世界一般状况 有一点了解 今天社会出了问题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把神仙教育丢了 所有问题的根 就是教育出了问题 今天能把教育问题解决 社会就安定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这个教育 要传统教育 现在教育不行 解决不了问题 他制造问题 他不是解决 制造问题 所以我们要回去找老祖宗 中国古艳语有一句话 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麻烦 遇到灾难 怎么办 找谁 找老祖宗 就像小孩 你看三四岁的小孩 他遇到困难 他找谁 找他爸爸妈妈 我们今天遇到困难 找老祖宗就对了 老祖宗的智慧 老祖宗的方法 老祖宗的经验 老祖宗的效果 都记载在经书上 你把这个理道找来 肯定能解决 老祖宗 老祖宗还有非常简单 为要的方法 帮助我们救急难 这是我们更要重视的 唐太宗搞了一套 群书之遥 救急难 现在这个社会灾难 比那个时候 不知道要重多少倍 他那套书分量就太多了 我们现在救急的时候 在他那里面 积取精华 我找了一批老师 叫他们在里面去揭露 揭露多少呢 360句 一年360天 一天一句 今年年底可以搞成功 揭露出来 我要求老师给我 注音 注节 翻成白话文 翻成外国文字 向全世界流通 群书之遥 360 我的书名字 用这个 群书之遥 360 确实 有许多国家领导人 等着看这部书 这个书搞出来之后 要大量流通 印成小册子 装在口袋里 我教带这些老师 不是这一次就完了 每一年做一本 做多少本呢 做十本 一年做一本 没有相同的 在这里是第一次 第二次 一共十次圆满 我用这个方法来带动大家 学习群书之遥 这个对于社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大好